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是说欧盟要开美元结算体系 现在欧盟是提出了一个想法 用欧元来结算跟伊朗的石油贸易 中国提出来用上海的石油期货交易市场 人民币加上黄金 用这个市场来结算石油 来跟伊朗买卖石油 这套东西应该说 从原理上 系统上 未来的发展上 它可能都是趋势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问到底谁加入谁 是中国加入欧盟这套体系 还是欧盟加入中国这套体系 应该说是中国发展中国的 欧盟发展欧盟的 大家最后蚕食美国的石油美元结算体系 这个是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谁会做大 现在也不太好说 因为中国的石油期货市场 它受制于外汇管制 受制于国内的很多限制 比如由于你资金能进不能出 或者不好出 很麻烦 那交易员就不会到你这来 所以 你要想真正变成交易中心 你就必须要实现高度的开放 流动性很强 但这跟我们的金融安全 又发生了矛盾 和冲突 而欧盟没有这个问题 它基本上是可以大进大出的 所以到底谁最后能够占上风 这个我们还不好说 这个要由时间来检验 不管怎么样 中国要想真正的让上海石油期货市场 真正变成国际定价中心 就必须北市开放的 外资必须要进来 但是这又有个前提 你真要做到这一点 又要求国内的经济非常的健康 没有房地产泡沫 实体经济超级强大 就跟德国一样 然后你的金融体系防范的也很严 然后才能做这一步 所以这倒回去 又牵扯到国内的一系列改革的问题 这需要多长时间 我们现在没法判断 相较之下 欧盟虽然没有资本流动管制的问题 但经济基本面增长乏力 而且政治体系比较松散 至少现阶段不够团结 这是它的短板 欧元人民币都会搞自己的绕过美元结算体系的方式 但是这需要时间来看 我们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